书光终究会到来 穿过秘密 谁又爱 相信真假中能分辨 好 怎么样 有新情况吗 都出动了 丁佩仪跟贾桑 他们在灵通茶馆见面 这颗最深的钉子出头了 肯定是出什么乱子了 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理了 我想让老王 带人去把灵通茶馆包围起来 把他们一网打尽 老周 你这是干什么 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冷静 他们都公然见面了 你怎么还能坐得住啊 这口恶气 我可吞不下去 你现在是全局的掌控者 别人可以冲突 你必须要冷静 这点我明白 他到这儿来 告魏师傅状的时候 我这伙就一直压着呢 我现在可压不下去 老周 压不住也要压 时间还不成熟 否则的话 老魏 去世的先令 他们流的血 不都复制东流了吗 对敌人的仇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统统把他们消灭 好好好 我听你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不知道老魏师傅去哪里了 真是急死人 喂 老周 是我 我是乔薏 现在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是这样 据监控点的侦察员报告 隐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 另一个特务 现在已经出场了 他就是丁佩仪 现在丁佩仪和贾桑 在灵通茶馆接头呢 请您指示 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敌人现在已经在 垂死挣扎的边缘了 刚才李团长跟我报告 说敌人在大坝附近 活动频繁 他们正在寻找 炸药可能的埋藏点 我们要抓紧时间 不能让敌人有所察觉 是 乔越同志 我们一定要按部就班的 根据我们的计划 重点监控 每一个可疑对象 这样 把那些监视 贾桑宇州的侦察员 全都撤下来 防止它产生怀疑 看看下一步 它要干什么 好 乔越同志怎么说 他说 关键是要确定 敌人炸霸的引爆点 要按部就班 按你一定的计划执行 行 喂 给我接一下侦察科 是水生吗 你先把04号的监控点 给我撤下来 你们看 你先把这些人拯救了 你也要保持任何事 就把这些人拯救了 你怎么办 你都要保持任何事 你这些人呢 你都要保持任何事 你必须要保持任何事 你还要保持任何事 你必须要保持任何事 任务要命令我 命令一个 灵通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明处长 不要太嚣张了 这不是四八年 你别太放肆了 党国有天眼哪 明察秋毫 你记住了 任何一个背叛者 都会遭到天谴的 你不要拿党国和老天 来压我 据魏友天跟我说 你们想通过他 下毒来杀害我 有这回事吗 你还蒙在鼓里吧 为你坦白的魏友天 其实就是 真正的丧一种 你只不过 就是一个冒跑 我现在该怎么称呼你呢 叫你三四八 毒箭 还是丧副局长 我知道 你已经失去了 对党国的忠诚 但是现在 我以朋友的名义 想求你一件事 你只要偷出 公安局机要室的 大坝图纸 标出引爆点 指出炸药的位置 就行了 你说的 那我可以办到 然后呢 炸掉大坝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好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我帮你搞到 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绝对不会参加 你们的行动 如果要是说交易的话 这是我们最后一笔交易 你怎么办 没有钱 王阁长 有事啊 王阁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被捕了 王阁长 我要见三副局长 你要见三副局长 对 这我说了不算 等以后再说吧 走 王阁长 这儿怎么了 放开我 这次上风 是下了必胜的决心了 一定要炸掉001号大坝 所以看在咱们 往日协同作战的份上 希望你能 极力促成此事 只要这事一成 你和党国之间 就算两清了 那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你跟小田 是在新一天举行活礼吧 没错 当天的婚礼 应该有不少领导来吧 没错 所以 我们就定在星期天 拥抱大坝 你的任务呢 就是好好扮演好 你这个新郎官的角色 本驻公安局 这些大小官员们 把他们的注意力 牢牢控制在婚礼上 就行了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就算成交了 对了 在这儿 也提前祝福你和方小姐 百年好合 谢谢 老魏 老魏 把老魏给抓起来了 好 我知道了 老王真的把老魏师傅给抓起来了 这个王阿牛 真是他笨牛 拿着鸡毛当令箭 生米煮成熟饭了 看来只能将错就错 就是老魏师傅要受些苦啊 老刘 你说怎么办 我们只能殷实力讨 到时候 我亲自参加审问 好在这个事 还是控制在我们手里 只要不让他的阴谋得逞 不让他察觉 我们就算成功了 对 报告 好 进来 三君 走 老王 你可回来了 什么事 我把老魏头抓起来了 他跟我提了个要求 想见你 我没答应 还想跟我对质 咱们马上提认他 好 老三 我提说把老魏师傅抓起来了 是 我们现在就要提认他 人心隔肚皮啊 想不到他隐藏了这么深 走 我也跟你们听听 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走 坐下 刘正伟 丧副局长 说吧 你的姓名 我叫什么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让你说你就说 哪那么些废话呀 我叫卫友田 你即使说你不是卫友田 我们也不会相信的 我是真的 我知道你是真的 你先说一说 我让你收拾图纸之后 你为什么把图纸给换掉了 你是说我上次送饭的时候吗 没错 我上回让你收拾办公桌上的图纸 之后你做了一些什么 我收拾完图纸后 就把他装到图纸桶里了 就把他装到图纸桶里了 我可警告你 不要自作聪明 有人已经揭发你 把图纸拍成微缩胶卷送出去 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希望你老实交代 我冤枉 卫友田 铁证如山 你还想抵赖啊 我们已经从你的宿舍里 搜出了图纸 还有特务专用的相机 你这是抵赖不了的 伯友田 我觉得你还是都交代吧 既然桑物局长说我掉包了 那我就掉包了 伯友田 你到底掉没掉包啊 掉包了 那好 那你跟谁联络 把图纸放在哪里了 我的任务是拿到图纸后 等他们的通知 但他们还没通知我 你们就把我抓起来了 没了 没了 我知道咱们的政策是 坦白交代才有出路 所以我知道的 全都交代了 先把它押出去 走吧 老桑 看起来这件事情很严重啊 你回头叮嘱老王一下 对他严价看管 任何人不许接近他 我去找老周汇报一下 好 乔夫听长 乔夫听长 省厅截获 并破议了台湾方面 与林通特务之间网格的密电 敌人破坏001号大坝的时间 就在星期天 星期天 是那个贾桑结婚的日子 对 这样 你把这封密电 立即发送给 林通市公安局周局长 是 是 等一下 既然好戏就要开罗了 咱们也不能错过 你安排一辆车 咱们去林通 是 是 老周 省厅截获了一份密电 敌人要在贾桑 举行婚礼的那天 引爆001号大坝的炸药 那就是明天哪 对 乔夫听长正从省厅往这里赶 他要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时间比较紧迫 我们马上到工作点开会 商量对策 给我接侦察科 水生吗 你和小薛 马上到工作点开会 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乔夫听长 周局长他们那儿 给我满毛指挥部了 看来他们那儿行动还是挺迅速的嘛 对 在开会之前 我要宣布一条纪律 本次会议 是一个高度机密的会议 会议的内容 仅限于我们这个范围的人知道 明白吗 明白 老周 你说吧 现在 有证据证明 丧副局长和丁佩仪 就是埋藏在咱们公安局内部的敌特分子 啊 他们现在开始出来活动了 他们刚与从台湾潜伏到咱们灵通 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情报二处处长 敏术进行的秘密接头 他们还在001号大坝附近 纠集了一批原国民党残余的武装分子 他们的目标也就是要在这个星期天 也就是丧副局长和方小田结婚的日子 引爆001号大坝 现在时间非常紧迫 省官厅副厅长乔岳同志 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水生 你将全权负责接待和配合乔岳同志的工作 是 这里是我们局设里的秘密工作岭 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不要惊动其他人和附近的邻居 明白 来 周局长 乔业部长到 你好 乔业同志您好 周局长您好 您好 乔业同志 老刘 您好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赵水生同志 首长好 您好 您好 这位是小薛 首长好 小薛同志您好 他们俩将来配合你的工作 好 坐吧 来 谢谢请报告你啊 方科长 恭喜啊 杨姐官了 恭喜恭喜 谢谢啊 恭喜恭喜啊 方科长 您可别忘了 吃我们吃喜糖了 不会忘的 报告 进来 小薛 您找我呀 来来来 你坐 我给你倒点水啊 周局长 您别忙了 不客气 今天 我不渴 今天我有时间 小薛啊 过几天 就是咱们灵通特委同志 牺牲的记制 想听你哥哥 这也都好几年了 是啊 是啊 时间过得真挺快的 来 坐 不过说心里话 这么多年我一直挺内疚的 一直没能给我哥哥报仇呢 小薛 现在替你哥哥报仇的时候到了 真的 什么任务 虽然你不在侦察科了 但是你现在的位置 比在侦察科还要重要 你说吧 周局长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呀 你可能在思想和感情上 一时转不过弯来 但是我相信你 一定能够坚强地走过来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是这样 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咱们的丧副局长 就是当年保密局 派到灵通地区的特务 三四八 我想向你求婚 他的代号就是都箭 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相信 但这确实是真的 这是沈公安厅副厅长 乔悦同志 也就是当年 灵通特委的侦察员 高飞同志 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见过真正的桑义舟 我真是糊涂 我也被蒙骗了这么多年 那谁是真的桑义舟 你还记得 高飞游击队的大队长 106团的参谋胡云海吗 他就是真正的桑义舟 不可能是他 我亲手开箱打死他了 我亲手开箱打死他了 他没有死 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他就是咱们师堂的那个 被毁了容的魏师傅 我也是被蒙骗了这么多年 我也糊涂我把敌人当成了 你别说了 周局长 我什么也不想听 萧婷 萧婷 你要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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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我要给所有牺牲的战友们 报仇 萧婷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我告诉你 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 敌人派民说 从台湾回来 就是要启动贾桑这支毒箭 知道吗 而且在这中间 还有一个关键的联络人 她也是隐藏在我们公安局内部的特务 她就是丁佩怡 佩怡 是呢 这可是全套的001号大坝 和发电厂的虚实战略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是佩怡 她曾经保着生命危险 把我们都回灵力要好大坝的图纸 对 这也许就是敌人 为她潜伏过来送的筹码 真的是真的吗 不可能 铁针如山 106团起义之前 我去找过丁太医 我想了询问106团 和警备司令部的动向 是否我亲手把敌人 领解我们的队伍 又是我 马上要和另一个特务去结婚 太可笑了 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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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我也恨自己 我也恨恨自己呀 可是 可是真的桑义舟同志 他并没有责怪我们 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保护着我们 而且 他还监视着 一个假桑义舟的行动 小田 现在第一人密谋策划 就是准备在你结婚的那一天 这一天 引爆灵灵要好大坝呀 我明白了 这局长 请你向我布置任务吧 好 方小田同志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稳住敌人 和那个家丧一种顺利的举行婚礼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 你绝对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察觉 我知道 做到这一点很难 但是我相信 你能做到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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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永婷 你跟我们兜圈子是不是 说来说去 就这几句车祸话 王科长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 你还让我说什么呀 让你说什么 你犯的罪 你自己不知道啊 老王 老王 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先带他下去 走 老桑 老桑 看来 他是跟我们搞拖延战术啊 这样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看这样 我们冷处理一下 你呢 调整调整 马上就要当新郎官了 搞这么疲惫 那新娘子会埋怨我的 好了 快去休息吧 好 你看好吗 你快去吧 那 我就先走了 好 对了 老柳 到时候你可不能迟到啊 不会的 快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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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回來了 小甜 你怎么了 心神不宁的 大概是因为要结婚了 有点紧张吧 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这是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嫌要等 要不咱俩换换 你要敢把老僧让给我呀 我就敢试试给你看 好了 不逗你了 我敢肯定做新娘的滋味 一定是很甜蜜的 我怎么觉得挺不是个滋味呢 你又开始悲观了 悲观点不好吗 老僧是个不错的男人 你要好好珍惜 记住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天生就该是你的 尤其是感情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即使再苦 感觉也是甜的 当你回到家里 看到屋里亮着一盏灯 看到对方在屋前忙碌的身影 你就觉得不再孤单了 两个人有说有笑 即使偶尔吵架半嘴 甚至她呵斥你一下 你也会觉得 人生从此不一样 这种感觉呀 是可约而不可求的 我一个人的时候 觉得还是有个人来骂骂我 也比我这么孤单寂寞要好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多愁善感的呢 好像比我这个准心娘子感触还多 结婚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需要帮忙吗 我就等着你问我这句话呢 你看 同志拿了好多背里背面的 真漂亮 我也不太懂 说完传统的说法 得防上八床被子才行 老桑是个男同志 更是一窍不通 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那是老式婚姻 那时候床多大呀 别说八床 就是十八床也放得下呀 老桑那屋有多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四床就够了 这个好看 看你 说得头头是道的 就跟你结个婚似的 能跟心爱的人在一块儿 结一次婚就够了 好 喜欢吗 喜欢 这个好看 这三个也不错 这颜色挺好看的 嗯 别说得太久 我感觉到这一块儿 说得很久 了 就同时了 那你才开心 这的这个梦 这是什么 我也不错 我也以为我们想办法 不错 走 咱们下去 好 贵宾同志 你们俩在这儿看着 行 二胡 你都在那儿守着 好 干什么呢 我 我小变 新中国了 还随地大学变 我 我错了 我 我不敢了 不敢了 我们是公安女的 尽管迪达分子搞破坏 没事就要点回家 先了 早点回去吧 是 我回家撒 我回家撒你了啊 你们继续监视 我先去报告 是 是 贾桑完成了和敏术的交易 但他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一张图纸就能换回 自己未来的信仆吗 他不敢确定 可以确定 这就是大坝的图纸吗 可以确定 这就是大坝的图纸 焦九儿现在在哪里啊 在洗衣室呢 小薛 您马上把它放回原处 是 是 别紧张了啊 有点睡吧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谁啊 我 桑义舟 有什么事吗 没事 今儿过来看看 没什么事 就明天再说吧 我已经睡了 也好 看这个新浪官啊 也跟你一样紧张 我去跟他聊聊啊 桑乎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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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官在婚礼前应该避嫌的 哪有这么跑去新娘门口大喊大叫的 是啊 我来是想告诉他东西都准备好了 想再问一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没有 既然服务院大人都这么说了 我也不好在责怪上了 谢谢你的服务和体谅 这边也都挺好的 多谢大家的帮忙啊 明天 您还要多睡些 放心 我既然答应帮忙 就一定说到做到 明天小婷就是你的人了 你还担心她跑了呀 好 没什么情况吧 没有 好 咱们撤 好 今天长夜漫漫 好 官局有些异常 这么晚了还是进出的人 我看你太紧张了吧 早点休息吧 都是老同志了 要沉得住气啊 明天你就是新老官了 婚礼上的主角 要好好养精蓄锐才对 其他的事儿 最初都安排好了 就别操心了 你说得对 我要好好的养精蓄锐才对 相信我的直觉 小心为妙 走了 好 乔布天长 这上面好像压了一颗黑漆紫 这就是大坝的起爆点 我们终于赶在敌人之前 找到了大坝的关键信息 铁针如山 我们可以抓捕毒箭了吧 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为了把灵通潜伏的特务 一网打尽 我们还要把这出气唱下去 才能把他们都抓住 柳政委说得没错 既然敌人要用婚礼来迷惑咱们 那好啊 咱们就将计就计 给他们吃一个定心丸 这样 他们就能在001号大坝上 完全暴露出来 可是老魏还在堪压着 方小甜又在受着煎熬 我真是 周春宁同志 这就是斗争 残酷的斗争 老桑和小甜 都是我们党优秀的战士 我相信 他们有为革命牺牲自己的准备 党和人民会记得一切的 照片怎么才洗出来啊 这个是他送料码了 有人跟踪你啊 不不不 特派员 绝对没有 这干事 立即把这些重要资料交给首坝的李团长 告诉他不必要起除炸烟 排除一切大坝的安全隐患 是 这些东西 是 因为他终于你们在一起 都和你搞的 走 走 你还想着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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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怎么会脱子 你还想着脱子 是 王大夫 是委屈了 骗子 狗特务 没有 这女人要温柔才可爱 明白吗 我再问你一次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胃友天就是丧意中 真相终究会天下大白的 你们是掩盖不了的 嘴硬 任性 这可不像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性格呀 你们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我一向是以慈悲为怀的 特别是女性 尤其 是你这么一位 才貌双全又行善既得的女医生 不过我现在不想一日行善 你 你 你 在凌通生活了不少年了吧 那你一定也知道淮河001号大坝 看到你一个人在这儿受委屈 我真是于心不忍了 不过没关系 过不了多久 这涛涛的洪水就会替我 帮你脱离苦海的 卑鄙 你们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 特排员 这个女人该怎么办 留着她 让她来见证我们的壮举 不认识 很快这个房子 就会被水一点一点地淹掉 呛水 咳嗽 喘息生长 直到最后你被水淹死 就会被水淹死了 太有意思了 太令人可惜了 哈哈 尝尝 老总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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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顿暖水瓶和茶具 是周局长给你的新婚礼物 特意让我们俩给送来的 谢谢周局长 恭喜你 你个别谢啊 要谢啊 你见到朱局长 还是当面上的线 好好好 桑副局长 让我们参观一下新房吧 好 来来来 接着 好好好 来 真好看 这些布置啊 都是小田那帮 女同志方面做的 真漂亮 这么大的戏字呢 这边面真好看呀 这还有缝呢 我先走了 一个人看日落 天地忽然暗宁 昨日记忆如朝勇气 亭雷水燃烧成灰烬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看过太多风景 我不会太在意 风雨袭来时不躲避 路再远依旧向前行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去那边 从此学会珍惜 是你的手不放弃